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讲解Xray的课堂了 只要我们做了指定动作之后 Kinning便会感受到我们的关节和人体的每一部份 现在我们教一个示范 例如我们教小朋友做一个用动画 和小朋友一起做运动 由于3D的关系 动画不止有前面还有后面 而这个设计可以放其他的服装上去 例如另一个角色人物 做完医生之后 我们可以教小朋友其他人体部分的过程 例如肺部 我们可以看到肺部的后面 側面 前面 例如心脏 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大的心脏 方便我们去说明心脏的每一个部分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Xray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 或者更加详细地解释 每一个人体的部分 你看到我看 看到 但是 在这一段时间 有些什么